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摩托车整台打滑失控 连人带车滑行了数十公尺 因为地板上非常的湿滑 滑行的路面还掀起了水花 完全停不下来 骑士被抛到马路的中央 机车则是直直的撞上路边的电线杆 整台机车瞬间解体车轮还直接与机身分离 索性人没有直接撞上电杆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也因为天与路滑 后方的轿车与机车车速都不快 才没有造成二次的伤害 而摔车的地点刚好就发射在新北市议员白佩如服务处的门口 他也紧急将影片放上了脸书 提醒民众应该要注意安全 根据了解骑士骑到戏指区康宁街的时候 疑似车速太快自摔撞击路边的电线杆 索性没有波及其他用路人 但是再看一次监视器的画面 也让人捏把冷汗 网友也纷纷到影片底下留言 到底是什么风吹得这么大 还好人没有撞上柱子